当考古专家用3D技术将故宫进行拆解后,竟然在故宫的地砖下发现了一个被深埋600年的秘密,后来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当初知道这些秘密的人全部被杀,这座让24位帝王都选择的皇城下究竟没有什么秘密?故宫15层石砖下又有什么用途?通过现代3D技术,是否会为我们揭开隐藏地宫深处的秘密? 双击点个超级赞,跟着阿金一起往下看 1976年,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原因,故宫大殿前面的地砖因为震感的波及出现了裂痕,当专家进行整修的时候,竟发现了一个尘封600年的惊天大秘密 故宫又称紫禁城,这座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工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 故宫中有9999间宫殿,在历史上一共建政了24位帝王的全力更替 而朱棣则是这座宫殿的第一位主人,他前后动用了110万人进行修建 历经15年世界,才将故宫修好,那么朱棣为何要清净彩礼,建造这座自进城呢? 这一切都和明朝前面的一个朝代,远朝有关,当时远朝的国都就建在北京城 虽然朱棣的老爸朱元璋将远朝赶出了中原,但并没有选择前朝的都城远大都,而是选择了他起兵的地方,安徽凤阳 朱元璋将他的儿子们奔奔到全国各地做藩王 直到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南之印,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南京称帝为永乐皇帝 朱棣则选择了曾经的元大都修建宫殿 这也就是在元朝灭亡之后,元朝的皇宫怎么也找不到的原因 在此之前,专家一直在寻找元朝皇宫 万万没有想到,会因为重新修整地宫大殿前面壁砖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瓷器碎片 后来,通过专家对这些瓷器碎片进行修复后 竟然发现这些都是属于元代时期的瓷片 这也发现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难道苦苦寻找多年的元代皇宫就在紫禁城之下吗 当专家撬开故宫壁砖后,发现了一个被隐藏600年的秘密 并且当年的知情人全部被杀害 专家不仅感叹道,朱棣心真恨,这个秘密究竟是谁呢 如今通过运用3D技术拆解故宫 是否会为我们解开这个秘密 当专家根据这些地砖的铺设发现 原来朱棣在南京称王之后,决定迁都北京 但是,由于对元朝恨之入骨 于是,命人将元朝皇宫移为平地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景山公园,则是当年拆除元朝皇宫时候所挖出来的土 慢慢就这样堆积成山,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山公园 而故宫就是在元朝皇宫的基础上修建了 意思就是要把元朝永远地踩在脚下 这一踩可就是600多年 故宫自建成600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地震经历了200多场 但是故宫依旧完好无损,为了揭开故宫抗震的秘密 一群专业的木匠,按照等比例大小 布置出了一栋畏缩的紫禁城建筑模型 并对它进行了地震模拟测试 竟然发现能躺住十级的震感 这比当年的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的震绩都要高 并且除了摇晃之外,仍稳稳当当地站在原地 只发生了轻微的移动,建筑还能完好无损 专家发现这些都和故宫的结构有关 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于一个叫做斗拱和笋帽的结构 斗拱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支架 用于支撑巨大的屋顶,乍一看,像一个精致的装饰物 但因为独特的设计,构成了故宫建筑结构的关键 故宫建筑的另外一个特点是 柱子没有深深固定在地基里,有一定的摇晃空间 这就避免了其直接从中折断,造成整栋房屋的倒塌 这也就是故宫几百年来屹立不倒的原因 也不仅感叹老祖宗们的伟大智慧 那么,你知道故宫中的这些柱子都是从何而来的吗? 当年朱棣为了修建故宫运这些柱子,特是备了不少工夫 其中,不少木材都是来自四川的大山深处 为了将这些材料成功地运到北京 朱棣还下令将金航大运河重新疏通 就这样,运输木头的船只顺着河流一路来到了北京 除了珍贵的南木之外 运输修建工地所需要的石料也是相当困难 而这些石块都是来自京城外六十公里的郊区 走进故宫,我们可以看到,在故宫中轴县的玉道上 几乎都是大块汉白玉突舊而成 这些材料足足有三百吨重 就这样,在全国各地数十万能工巧匠的双手下 造就了这座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宫殿 在故宫中,不仅文物需要修复 就连故宫中的地砖也需要定期维护 可不要小看故宫中的地砖 它的价值可以说是无法估量 当年可是有一两黄金,一两砖的说法 所以,专家对地砖的修复也是不敢怠慢的 可就是在修复地砖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新中国成立后,汤山发生了7.8级地震 数百里外的故宫也受到了影响 虽然整体建筑没有受到负换 但是故宫太和殿广场的地砖却出现了断裂 于是,专家赶紧派人前去抢修 当工人挖出最上面一层地砖后,竟然挖出了隐藏百年的惊天秘密 只见地砖下面还有一层一模一样的地砖 经过勘查发现,太和殿广场地下竟然整整机器铺了15层 并且每块砖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由此,专家很是困惑 朱迪为何要在故宫地砖下有铺那么多地砖 当专家查阅大量文献并集体讨论后得出结论 故宫地下之所以铺了15层地砖 是所采用的安全措施 因为太和殿位于故宫的中心位置 又经常会举行一些盛大的典礼 并且每天都会有大量乃至各国的人士前来进界 所以安全问题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还考虑到地面万一遭遇特殊情况出现坍塌 造成地面凹凸不平的情况,又或者夏季雨水太多 造成地基不牢等原因,而导致出现坍塌的危险 于是将地砖修建了很多层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为了防止刺客挖地道行刺皇帝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朱迪的筹价非常多 当时朱迪不仅下令把皇宫的城墙修高十几米 还将地砖铺上好几层 这样一来,别说是刺客就连穿山脚都不一定能够挖穿 也正是因为这次修缮,让专家们无意间发现了埋葬在故宫地下六百多年的秘密 由此不得不佩服朱迪的用心良苦 除此之外,最残忍的还是,在工匠们修建完故宫后 朱迪为了防止他们泄密 还将参与的工匠们全部毒养 甚至杀人灭口,真是无睹不添自已 故宫中所埋葬的秘密还有很多 这座承载二十四人帝王 经历了六百多年的伟大建筑里 每一砖网都藏有属于他自己的秘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